三哉家飞六宝配置全面败北 草帽一伙在河之国片获得了真正的质变级强化 再加上其手下草帽大船团 以及与之相关各股势力 从此往后 不管是海军还是政府 都很难在阻挡陆飞朝着王者的宝座埋进 那么海军为什么没在陆飞行彻底崛起前 就强势扼杀他们呢 回顾草帽团的冒险之路 虽然有许多被放在台前的时候 但他们却能每次有巧合地避开海军的锋芒 正如今是自维沙罗杰团被分爆阻止一样 时事和运道也是时代宠儿们的重要助力 那么本期我们就从海军的视角 回顾一下草帽团的崛起之路 在艾斯出海三年后 陆飞自分车村阳帆起航 当时整个东海平均选省300万贝利 而赏金超过1000万的海贼团屈指可数 相比于其他三海 这里在新手村中属于比较友好那个 直到可可西亚村直面阿龙之前 陆飞等人先后击败铁帮亚尔利塔 扶手门卡 小丑巴基 百鸡克洛 克里克海贼团 他们这时的水平 在东海已经算是比较厉害的信任了 不过除了有些名气海贼猎人索隆 其他人均名声不鲜 且他们打败的boss均属于威祸一方的类型 当地民众都觉得草帽一伙真是好人 所以陆飞几人自称是海贼 但一直跟向航海家 这样的情况直到可可西亚村子发生了改变 虽然陆飞他们之此还是拯救村子 但因为揍了老鼠上脚一顿 这个小人立刻听欧枷锁 向上面汇报了草帽一伙的邪恶 海军本部文讯立刻召开了会议 他们翻出了之前被草帽小子干翻的海贼名单 当时还是少校的开会王布兰纽 见状觉得海军应该早点解决这小子 以防他日后成为祸还 薄化虽如此 海军注定不会因为一个来自罪落之海 处处茅罗新人海贼大动干戈 纵使新人潜力惊人 大家磋伤之下 将船长陆飞悬赏三千万贝利了事 离开可可西阿村 陆飞一请来到罗格镇 在这座开始与结束了城镇 驻守当地烟鬼斯莫格 看出了草帽小子身上非凡的潜质 他所以抛下了植物 带领布侠进入伟大航路继续追击 然而在烟鬼视觉 草帽一会进入伟大航路就不知去向了 也是他们抓到了巴鲁克伐克特工Mr.11 才问出了陆飞他们即将抵达阿拉巴斯坦 于是海军们体验到那里等候 这也就意味着索隆威士忌三分百人斩 小花园之斩 陆飞等人解放东道等事件 当时外界并不知情 海军关于陆飞等人的最近情报纪罗格镇之后 这也就是阿拉巴斯坦的事了 随之而来的阿拉巴斯坦片中 北复微微公者嘱托 北复沙漠谷国存亡 草帽一国与西乌海鲨鱼为首的巴洛克华克 展开了激烈的交换 最终海贼拯救了国家 斯莫格和达斯基绝不情愿地担下了所有功劳 除了烟鬼自己带首多属相们经历了一切 后来日耐带的海军援军们 其实都不太清楚事情经过 但纵使真相不能外传 依旧不妨按上面堆草帽一伙倾注了更多关注 除了陆飞赏金爆料到一亿 索隆的悬赏也被提到了六千万贝利 因为烟鬼透露 海军已经查到索隆在威士忌三分击败了一百个赏金猎人 而且他还在单挑中正面击溃了西海著名杀手 达兹波尼斯 这位建设不容小觑 毫无疑问 整个阿巴斯坦事件中 能够打败七五海的海贼新人草帽路飞 能够读懂历史真文 牵扯出古代兵器冥王的恶魔之子尼可罗宾 大概就是最吸引政府高层两个点了 单纯为了某些事前真相 保住政府颜面 草帽一伙当时就有成为被灭口目标的可能 但紧接沙漠之后 故事正好来到了海贼聚集的摩古镇 再然后 草帽一伙当场随海流升天进入空岛 彻底消失在海军的视野中 在动画版中 空岛之后 是草帽一伙大闹海军分析地聚八要塞片 但其实按漫画版来看 海军应该是一点都不知道草帽一伙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又是什么时候回到伟大航路的 长炼岛片 属于海贼们之间的赌道 海军毫不知情 而在长炼岛后的某个小岛上 亲自终于找到了草帽一伙 按亲自视角来看 他可能从阿拉巴斯坦事件之后 就开始寻找罗宾了 直到七水之都篇之前才找到 虽然他不知道罗宾已经在空岛 长炼岛两个篇章内 与草帽团建立了深厚羁绊 但看在三大主力拼死相互的表现上 大舰还是暂时放了他们一马 重视肯定是没法上报的 但亲自也没一味纵容 他反手把图摸令权限交给斯盘达姆 打算在稍后的七水之都 司法岛片中结束一切 不去管什么生儿有罪 不去管什么政府权威 当司法岛片火焰撕开政府的旗帜 草帽一伙为了救回同伴 不惜向整个世界宣战 经此一战 数百年的不败神话CP9全员溃败 象征政府权威的司法岛 被图摸令彻底摧毁 虽然这个结果和斯盘达姆的 各种制衣操作脱不了干系 但靠着身躯高位的老爹斯盘达姻 斯盘达姆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 司法岛事件中 最终背过是半使不利的CP9 和嚣张到无视政府权的草帽一伙 至此草帽团被全员悬赏 这种极其达领的事件 对于政府来说肯定是性质非常恶劣 草帽团算彻底出名了 连革命军都在事后 专门整理了一份关于草帽一伙的情报 不久后 便有大连海军的汽水之都找到了草帽一伙 活带队是一心放水的卡普 因而陆飞等人顺利逃脱 不等海军和政府再有他们算账 桑尼豪首次起航 目标直指迷雾笼罩魔鬼三角海域 海军再次失去了陆飞等人的踪迹 当时镇粉草帽一伙大闹恐怖三围翻船 抱军熊奉命将黑胡子成为七五海的消息 告诉莫莉亚 而在莫莉亚拜北后 熊接到了杀光所有人的命令 不然连这两位七五海拜别消息一旦传出 整个制度都将名存实亡 可此前 一直对政府言听计从的熊 这回却在战国面前 和卡普一起把这事糊弄了过去 最终为了保全七五海和政府的颜面 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大事件 各方只得当作无事发生 只有莫莉亚受伤的世界就此完成了 等到众人离开迷雾之海 抵达红土大陆跟前 他们已经来到伟大航路的终点 十一位超级星骑驱乡部地群岛好不热闹 但此时 战国正打算借处刑S的机会 掀起一场针对白团大水战 要不是陆飞一伙做了天龙人 他们根本懒得去管 黄云听到萧小后主动请营 但中头有雷丽和熊先后介入 大将此行没有什么收获 最后只是随手抓了500名海贼草草了事 彼时 草帽一伙的伙伴们被熊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而被排飞到女儿岛路飞 则在女爹帮助下侵入推进城 最后在推进城片 顶上正让片大放一彩 先不说其他不知所踪的草帽团成员 其实路飞踪迹还是很好猜的 毕竟和顾客接近倒戈的表现 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路飞重返马林反多时 海军就明白了 草帽背后还正在雷丽与盛平 钢筋受了重大损失的海军无心在挑起战斗 且正好路飞伙伴们 从这时低调开始了两年修行 海军也就暂时忽设草帽一伙 总而言之 两年前 草帽团共闹出阿拉巴斯坦事件 斯巴岛事件两次大动静 但每次出完分头 都有一个海军无法探知的篇章 让他们躲过海军和政府的清算 等到天龙人事件时 海军正忙着准备顶上战争 无暇顾及其他 战后又忙着重建与征兵 内部改革等大事 因此草帽团得以顺利成长起来 两年后 海军用更疼不住手专门对付路飞他们了 就在草帽一伙香墓地高调复处后的短短几个月内 他们拯救渊人岛 毁灭庞喀萨德 击败多夫郎明哥 大有自当年11个超新星中脱颖而出的石头 在干海军内部 藤虎斯莫格一派的海军 对路飞等的崛起态度有些微妙 既然乱世不可避免 那像草帽小子中海贼中的异类 是否能带来些有趣的变化呢 当先有秩序遥遥与坠 所谓善恶 有时甚至不再受限于身份 德岛片后 草帽大船团成立 似乎是先王崛起前先兆 虽然这事应该还没有传开 但到处卖周边的巴托俱乐部 和船头挂让草帽旗帜的卡文迪许一伙 已经足够让海军的情报部门浮想连篇了 而在外界 德岛片七五海败北 大将下跪等新闻 更是让世人惊讶 但紧接着 分头正身草帽团登上左屋岛 再次消失在各方事例视野中 大家下一次听到关于草帽团的信息 一是陆飞一伙大闹蛋糕岛 摩尔刚斯唯恐世界不乱 当场给陆飞关于五皇之名 走到这个地步 赤犬才觉得草帽小子已成大患 有些后悔当初没有继续打下去 但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 最后就是正在进行的核制果片 作为四皇的大本营 海军和CP在这里的情报能力有限 从菲利宝德雷克的角度来看 他大致知道草帽一伙入境 然后联合核制果残存反抗军等事件 但随着最近德雷克被CP0打败 本就不打算插手的海军 对核制果局势可谓是两眼一抹黑 与此同时 CP0目前都很清楚战争的走向 他们近距离体会到 草帽小子一呼百人的恐怖号召力 见证了草帽团其他成员战胜皇团 扭转猎射惊人成长 可以说草帽团已经当得起 一具皇级团队的赞誉 当然 这场战斗中最具决定性的 还是凯多与陆飞之战 众所周知 四皇凯多的信件案活着 一共不悬养金的枪刃中赏金最高的 等到陆飞打败之后最强生物 毫无疑问 又会迎来一波赏金暴涨 海期的万国篇结束时 陆飞赏金直接翻了三倍 这一次肯定不会那么夸张 但追凭 甚至超越四皇中 目前赏金最低的黑胡子 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当然 在草帽一伙解放武士之国的档口 黑胡子也在某处疯狂搞事 后续赏金肯定会再次提升 可以预见的是 随于未来几年乱世来临 这种各路强者赏金频繁变动情况 将会成为常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